有些人依然執著於文武生可不可以教花彈這個問題 但其實一個靈人習慣做一個行當 難道不懂其他行當的東西嗎? 不會吧? 不要說白雪仙女士的師傅 竊覺仙是文武生都教出一個花彈 就算是文武生 有時候都要在戲裡扮女人 林家昇有一套戲叫《情合鬧船公》 是合適與公主的愛情故事 她不是一樣要扮女人去找公主 趁機試試公主是不是真的愛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又沒看過的 不妨找來看看 網上應該有林家昇和吳君麗演出的版本 講到文武生教花彈 我記得小女姐說過她做《無情寶劍有情天》 初初接到劇本的時候 覺得常姐姐這個角色好像有點複雜 有些地方她不明白 於是走去問她姐姐 即是飲姐 飲姐都幫她分析角色 如果文武生是不可以教花彈的 難道她問飲姐是很多魚嗎? 在那本《再向西樓族舊園》裡 都有生姐的訪問節錄 好像說她的舊拍檔說 飲姐很少拉她演戲 生姐就說 她的舊拍檔演貌單亭 倒立兩隻鬼出場那幕 其實是飲姐教的 還說飲姐做花彈很好看 生姐和新花彈在紙差記的時候 小女姐是藝術總監 應該不會有人認為 她只懂得教花彈去做管沙 有這麼多年演出經驗 就算不和自己的行當 也沒理由完全不懂 換個角度說 網上也有白雪仙女士 教生花彈做鋼鮮的片段 如果有人說 喂她做開啊 你餵娘的 她教人做鋼鮮 行不行的 這樣又通不通呢? 當然是不通啦 如果有人真的這樣說 被老人家身邊的人 留到七彩都像 跟生姐一起演出過的新人 在訪問裡說過 生姐和她們這麼多的排戲 有時候一場戲要排一天 都不是排身都只有十郎的戲 有時候生姐要做霍小玉 有時候要做崔韻明 什麼角色在賽牌的時候 都要先做的 不要說生姐比不上師傅 不要說喝姐教到人生姐教不到 最起碼 生姐一早就不用人家教了